谢谢啊 感谢啊 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没错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 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什么您呢 对嘴相声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 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 我们叫大裙嘴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和裙口相声 您看看 愿意跟您聊天吧 是吗 严谨 对 严谨 对对 您说话 不将就 这说话不能将就 任何事也是做事不将就 没错 我真是 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对 以前呢 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没钱 那时候什么事都对付 是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 二十年前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是 哎呦 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孤独寂寞冷 嘚瑟 抽搐徘徊 彷徨 刘老师 穿件衣服啊 我也没光着来呀 你怎么这样呢 这 心情啊 心情啊 就非常 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没错 那时候跟您说实话呀 困难的 就是那个 买这个里边啊 我不知道你们叫挂子吧 我们那叫背心 对背心 背心 二十块钱九十件 对 呦 等会儿吧 真的 老板赔死了 知道吗 没有 就这人家还赚呢 啊 这么便宜 那上面都写着 农药 化肥 马带骗子是吗 哎呀 没钱呢 呵 没条件 什么都得将就 对 对吧 现在不是了 现在怎么着 有钱了 哦 挣钱了 通过努力 通过相声 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 稍微挣了点小钱 生活好 跟各位藏龙卧虎 没法比啊 哦 比您肯定是强了 比 就是怎么说呢 谦虚点说吧 您在我眼里 呃 啥也不是 啊 话操理也操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 不用这么客气 我跟你比了 有钱 有钱 我就喜欢 什么事就不能将就 嗯 就在玩的有品味的 玩的有品味 哎 您看买什么豪车呀 游艇啊 没意思了 那都没意思了 那你现在玩什么 精神上的 精神上 文化的 什么呀 品茶 哦 你会品茶 哎 品茶讲究了 啊啊 品茶 你看各位朋友啊 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 哎 我买几千块钱茶呀 这茶能喝出好了 啊 是 不对 哦 真正品茶 你想品好了 嗯 品的是水 别说 哎 冲您这个 董茶 讲究吧 讲究 讲究 什么水呀 嗯 最早品茶的时候 讲究的是 露水 露水 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自来水没味儿 啊 讲究的叫 天上之水 哦 哎 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啊 露水采摘 嗯 哎 采摘到这小碗里边 煮茶喝 是 带着花香 对 天上之水 没错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哦 但我喝茶量大呀 是 露水盯不上 那怎么办呢 我也喝天上之水 嗯 敢下暴雨 嗯 下暴雨 我拿塑料桶奔大雨的 大水管子 楼大水管子 嗯 哗 往外冲大水管子 哗 哎呀 洗澡啊 哇 水别浪费了 背心脱下来 拧里 哎呀 天上之水 行了行了行了 就您这个太脏了 还不是我们那自来水了 知道吗 您得讲究 讲究什么呀 您这属于将究 嗯 您知道吧 哎 而且这个茶 茶的器具也讲究 什么器具 您得拿那个乳窑 哦 您别拿那糖瓷缸子 完了 是 哎 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嗯 您看这个茶呀 您比如说红茶 就是80度水 80度 哎 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怎么呢 烧开了 您再泡这个茶 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哦 砸糊了 哎 对了 你怎么80度啊 怎么80度 您倒的时候 这水掺起来 走 哦 哎 品味 哦 就这一下就80度 走 水80度 您别说真讲究了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 我发现了 嗯 这个统一啊 嗯 比康师傅好 对 统一甜 它能对好一次 等会儿吧 行了行了行了 冰红茶是吗 啊 怎么是 拿雨水 兑冰红茶 刘老师 您得穷成什么样呢 对对 您不懂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 不懂不懂啊 这什么俏笔话 您真是 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